您感谢吗 一台四座五卧的B型房车 竟然只要二字开头 还可以拎包入住 关键还是见过大失眠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房车 是基于江陵福顺GMC底盘打造的B型房车 2.0T的排量 8AT的柴油自动挡变速箱 换挡丝滑 驾驶起来也非常的舒适 它的车长为5米99宽2米1 高2米8满足蓝牌C照就可以驾驶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45千米 每时峰值扭矩355牛米 外观采用的是灰色流线型的拉花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低调 做一款B型房车 采用的是原厂车身 更加的结实和安全 而且内层的保温也是采用的 保温止阵棉加锚钉进行固定 可以很好的保证车子的保温隔热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车身外部的设施 在最上方是房车中用的直央棚 最大的尺寸可以达到3米乘2米5 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7平方米的户外小院 夏季可以乘凉爽紧 还搭配下方的LED的强光灯进行使用 下方的门采用的是侧拉门 设置有防纹纱门 夏季注射情况下 不用担心蚊虫的进入 旁边就是户外厨房区了 将车停下 在户外做饭也别有一番滋味 下方的舱门看起来虽然不起眼 但是里面却可以抽拉出一个超大的不炫光桌面 做饭的时候可以放炉具 吃饭的时候这里就可以当成一个餐桌 这下您来户外餐桌都不用准备了 只需要准备几个折叠的小板凳 而且上边还给您准备到了一个便携式柴炉 也是飞翔的知识成群之一 从19年到现在有4年的历程了 这个期间经过不断的更新迭代 炉子的性能也会更加的稳定 并且现在还是高原版本 像平常您到西藏新疆 想吃自己做的饭也可以完全够用 而且它的燃料是直接取自油箱里面的燃料 5000瓦的活力值 上方储物空间打开 是一个内外贯通式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置一些锅具 无论是车内做饭还是车外做饭 拿取都比较顺手 不用再上下车了 打开我们的后车门可以看到 左边的舱门打开 内部为本车的主空间 它的位置就在固定床的下方 容量的物品也会更多 大件的行李都可以放在这里边 旁边就是卫生间的区域 因为本车选择的是赛特福德的出廊马桶 所以说准备的是18升的黑水箱 及时清道就可以了 来到另外一侧 为220伏的外接式电口和重力加水口 接下来我们进车里面看一下 在进门处就是室内厨房区域了 旁边还有一个延长的小桌板 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宽敞的做饭空间 用来切菜备菜 旁边的吧台为黑色的面板 当不做饭的时候将我们的盖板放下 可以用来放置一些物品 使用的时候将这个盖板打开 内部就是电磁炉 以及不锈钢的洗菜池 搭配冷热水可以调节的水龙头 无论是洗水果还是洗菜都没有任何问题 想要煮饭的话 旁边就有5孔插座 可以放一个电饭煲 而且上下都是储空间 旁边就是一个96升的双开门的冰箱 上方是冷冻 下方是冷藏分类放置 不用担心窜位 而且这一块的储物空间 也是相当的丰富 衛生间设置在了车身的尾部 门上还有亚克力的镜子 可以看一下金型的装扮 打开之后 里面的空间也是足够一个人在里面 洗澡洗漱完全够用的 下方为进口的赛特福德 抽拉旋转马桶 不仅可以旋转还可以进行侧滑 使用起来非常的灵活 上方是一个折叠洗手盆 不用的时候更加的节省空间 用的时候容量会更大 洗手甚至一件小衣服都可以足够 镜子墙打开之后 全部都是储物空间 上方连玉花洒 五孔扎座 以及双向换期设 都给大家备齐了 和家里的卫生间也是不相上下 这就是我们需要休息的地方了 一个人休息的话 就是一个单人床 0.9乘以2米的尺寸 两个人休息 也还可以进行拓展 现在就是我们拓展完的尺寸 最大可以达到1米3乘以2米 夫妻两个人可以相拥入眠 而且床的周围还设置了隐私帘 床头床尾都设置了阅读灯 在床上看手机或是企业的时候 更方便一些 如果说一家三口出行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看这一个铝合金吊柜 还可以下降 变为一张小床 通过电控按钮直接往下降 它的程度可以达到300斤 这样上边一个人 在下面两个人 一家三口也可以睡得下了 在床的上方 就是飞翔研发的 房车专用的顶制空调 它的制冷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当我们的室内温度稳定下来之后 设置为睡眠模式 一晚上的用电不会超过两多点 而且它是单向制冷 像在北方温度比较低 我们则可以打开车内的柴油助暖 最后我们再来到会客厅看一下 如果我不说您能看出来 这款B型房车吗 整个会客厅的空间非常的宽敞 晚上的时候 还可以在这里泡泡脚拉伸一下 它的空间都是可以伸展的开的 这都是因为旁边的桌子 隐藏式的设计 需要的时候 我们一键上升即可 两个置寸可以供您选择 无论是夫妻二人出行还是一家人出行 它都可以坐得开 那我们的主副驾驶呢 也是可以进行180度的向后旋转 这样就可以和我们二排的座椅 形成四轮堆座 也不用特意的去准备小板凳了 那我现在坐着呢 就是为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汽车独立座椅 支持前后以及靠背的调节 而且外侧的座椅呢 甚至还可以进行测滑 让两个人坐的时候呢 距离更加的舒适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汽车厅呢 非常温馨 而且有居家感 本车也是配备到了 115升的清水 55升的灰水 2500瓦的逆变气 300瓦的太阳能板 410的锂电池 对了 这款车呢 也是飞翔精心制作的 展车一台 也是出去见过大市面的 怎么样 如果说您喜欢这款车的话呢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成都市温江区飞翔房车体验中心 限制立体 所见即所得 现在体验 直奔31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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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进去 吓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进去